詞曲 李宗盛 當初會想要做這本書其實是因為我的室友郭老師 他非常愛小動物 所以他收養了很多的流浪貓 流浪貓裡面有一隻就是叫喬喬 然後有一天就是消失了 他就非常的難過 然後就開始到處找 我在旁邊看到的那個狀態就覺得 就是一個很可憐的男人 在路上到處貼寻冒起司 那種感覺像是你曾經擁有過一個物品 或者一個人 它消失在你的生活中之後 所產生的一種沮喪或者是難過 很想把那種 一個人對某樣東西失去之後 那種感受畫下來 也想送給他 有做一個紀念 就希望他能夠不要那麼的傷心難過 薛貓起司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他們之間的相遇當作一個開頭 然後很多人會問我說為什麼主角那麼胖 因為郭老師並沒有那麼胖 其實在畫這本書的時候 然後我投射了我自己進去了 其實也是在畫我自己的故事 我也會把自己投射在 我是這一隻貓的那種 心理狀態去想或者去看 所以我用翅膀來做一個暗示 當有翅膀 他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到處遊玩的 可是在當他接觸到他的新主人的時候 然後那一擦那翅膀就掉落了 那象徵著一種自由消失了 可能他要進入到另外一個新的生活的狀態 其實健訓那時候在畫的時候 我會偶爾過去瞄一下 我翻前半步還好 因為我會想到說 我當初怎麼跟他相遇啊 然後怎麼跟他互動 書裡面有一個畫面是他 整在我肩膀那邊睡覺 他是真的會這麼做 他們生活在一起 可是我們還是畢竟要出去工作 這邊其實會有那種 大人跟小孩之間的那種 互相依賴的 小貓他在腳邊抓磨蹭 然後黏著主角 然後主角後來他還是離開了 於是他就孤單的看著自己的椅子 我們這邊用了一個跨頁兩個 就是很滿的畫面 就是對比著空間非常的大 貓小小的一隻在窗台上面 呈現一種孤寂感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這隻貓的側臉 我希望去巨大化他 想要得到自由的那個感覺 這一頁就做了一個連續動作 他從窗台越出去之後 展開翅膀 然後翱翔飛走 所以那本書其實我翻前面都OK 可是到後半步 有一個畫面就是 我拿著貓罐頭 然後回家 好像是空的時候 從那裡我就不行 因為我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 所以 就不太想再去翻牌 就會掉下你的男兒淚 對 你明明說我有少女 不要記著 這本書其實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紀念 而且希望說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就跟小孩一樣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你的財產 就是他可以陪你的過程 其實大家是互相在陪伴 這本書我覺得我想要談的是 關於分離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人生當中會有很多的 跟人或物或是分離的一個事會發生 當下的不管是沮喪傷心難過 那是難以避免的 不過之後你怎麼去把這個情緒做另外一個轉化 不要一直沉浸在那樣的悲傷裡面 沒有一定標準答案 但是你可以去思考 也許他可能被其他人收養了 或者是他在外面過的 玩到就是不想回來 覺得外面比較快樂 給自己不同的想法會更有趣一點 對嗎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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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б